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格局有做一些修正 我们就把楼梯往内移 然后让它在多功能房的采光可以拉大 让它的明亮感可以再拉伸 你知道你的出发点就是一个人在这个空间当中 让它是很温暖 很悠悠自得 然后是比较有死角的概念 在你分享我那段小故事我就知道了 因为我们要来进来拍摄之前要先布置 你知道当初屋主提早了大概三四个小时 为什么他跟陈设计师说 他要一个人先来享受这个空间 是 我觉得听了这个部分我觉得很高兴 因为这也是我们设计的本质 我们希望说设计出来一个环境 它是可以让住的人乐在其中 甚至说进来你会觉得说 它是充满一个宁静感 那你是很融合的一个感觉 我觉得一个人享受这个空间 对设计师来讲就是一个无上光荣的赞美 是 将楼梯位置内以后 创造了采光明亮的多功能房 利用隐藏式的推拉门 平时关起来就像是走道的壁面造型 多功能房内结合了泡茶区 河室还有客房等功能 最棒的是让屋主有摆放异品的空间 在这边哦